画面上是监察委员苏利琼到基隆巡查市政 市长谢果良在秘书长方定安跟纵发处长林立禅的陪同下 亲自欢迎接待就市政议题进行交流 市长谢果良也当面向监委反映 目前儿童游戏场的邮剧检验配套措施不足 严重影响儿童权益 也有问题 真的这是一个很含 我去关注我 谢谢师傅 因为如果说新的邮剧通通都要符合 我觉得这没有话讲 旧的邮剧当然他给五年 可是最好也不是说五年就一刀切 就是说这个邮剧在五年的缓冲期完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更周延的方法 那即便你现在把所有的公园都废掉了 但是重建这些公园绝对不是三年两年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中央在做什么 在这方面 我觉得显然跟民众的生活习性 跟生活需求有极大的落差这样子 那即便连要批这些邮剧 核定合法的这些厂商 现在全台湾听说只有三家 那你全台湾的邮剧都要重新建立 你却只有三家这些邮剧 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这一点 倒是蛮需要监察院去检讨他们一下 这显然对孩子们对民众的生活权益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一点我们当然也只能用建议的 希望中央能够做一些因应跟调整 上上礼拜在张浩瀚议员在中正公园的邮局的时候 我就有跟他反映进 他反映给营建署跟内政部 因为我相信他们比较有长联系 所以就是说还是应该要有更多的检查机构 要不然全台湾的邮局才几家来检查跟核定 那这样真的是会比较不足 市长谢国良感谢监察委员的到访 关心基隆市政 而为了促进儿童福利 市府也规划明年将成立0到12岁的儿童专责机构 全面照顾好下一代 那监察院在各地方县市政府 有时候都会各地来给我们督导 给一些意见 那他也特别提到了 他过去在监委期间 不是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曾经在暖暖担任过社公司 照顾一些比较贫穷的孩子们这样 那我有特别跟他分享说 明年度我们基督市政府会做些微主改 希望成立儿童的关心的这个专责的机构 那是会以0到12岁为我们主要的关切的对象 那目前到底是一个局还是一个处 那我们还有待要做一个确认 不过这个我们确定会来负责调整 跟设立儿童的专责机构 那我了解到桃园有妇幼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跟想法 那因为我自己对台湾的下一代 我觉得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还是要努力把下一代顾好 所以我觉得在既有的很多局处里面 去做调整 来作为我们未来的儿童专责机构 0到12岁儿童专责机构的一个设立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 也希望预计能够在明年来把它完成 期盼透过地方与中央的沟通 让相关法令有效执行 符合民众需求 造福地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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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